哼 屁屁那张车太厉害了 把我们都弄得遍体鳞山 作为屁屁的任务我们能放弃吗 那是你们太弱 有了守卫之强都完成不了任务 如果我是监狱里人手不够 哪需要你们 那你说的哪有捉牢的还要坚持做的 最终要忧累又没有好处 你们是我选的 如果你们完成不了任务 我愿没面子 看来得用一些特殊手段 加强下你们快跟我过来 杠铃 我一个女孩子 怎么举得起这么重的杠铃啊 谁让你举杠铃了 快跟好 我摸我摸我摸 你把双杠弄得这么高干嘛 我跳起来都摸不到 你长得矮怪我咯 不过摸到也没用 你最多是挂鞋鱼那样挂在上面而已 那你带我们来干嘛 明明是你们自己乱摸 前面的跑步机才是你们锻炼的 快过来 不就是跑步嘛 围着监狱跑步就好了 这个不是简单的跑步机 在上面每一跑一步 你们的速度就会增加一点 正因为有了他 守卫才能迅速敏捷地抓住各种犯人 你们快就上去跑步 老大不好了 先人传来消极 说守卫用他跑步机训练我良姐弟 如果他们完成训练 老大你的战事将毫无作用 不就可能拿守卫一下吗 要这样针对我吗 为了不被捉危机 只能回去一趟了 快给我准备火箭和蓝料 目标噩梦老龙 姐姐我速度变快了很多 要不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什么小游戏啊 当然是姐姐你来救我啦 臭小弟弟别跑 还好来得及时 再让他们跑下去 我肯定会被捉回来的 不过他们这么喜欢跑步 当然要满足他们 在跑步机下面买多点 当然到时候他们一跑 小弟弟继续蹬飞呀 连姐姐都尴尬 姐姐我再也不敢了 这次就帮过你回去跑步吧 姐姐你听到哔哔哔哔哔的声音吗 嗯 好像是炸药药桶的声音 救命啊 哈哈哈哈 嗯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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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